大哥 您今天穿得这么整洁 您的所有的衣服是谁 都是有道理的 我不是平白无故地付出 我忍受这么多年 你对我不闻不问 冷暴力 我还这样伺候你 是因为基于 我对这个家庭有责任 我对你的爱 但是换来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 和方向去看的话 我并不觉得您是一个 有文化 有知识 有素养的男人 您学到的知识 熟知的历史 您想要投资的项目 懂得那么多大道理 都是鬼话 白学了 想想女儿吧 未来女儿要嫁给 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想未来女儿真的 体会到妈妈 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 那种的心酸 想到爸爸这样 对自己的妈妈 她该有多恨你呢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优优独播剧据 别人